高雄三明少年今年2月下旬半夜跑到文化中心 先把地下室的巨马拆卸 随后搬到2楼往1楼丢植 事后法官认为铁具巨马质地坚硬 从高处往下丢植 已经足以对人的生命 还有身体构成安全的威胁 尽管在案发当下是凌晨 但仍然无法排除有其他的人经过 审理之后对三明少年各裁罚3000元 凌晨一点多 一名少年鬼鬼祟祟 双手才紧抓铁具巨马 没想到下一秒进猛力一推 只见铁具巨马从建屋二楼 直接掉落到燕楼 瞬间发出巨大声响 少年行径离谱 实在让人看傻眼 而画面曝光 民众也看不下去 纷纷踏伐 感觉很丢脸 身为高雄的人 怎么会这样子破坏自己的文艺装置 事发在今年二月份 高雄陵雅区文化中心 当时红杏少年等人 大半夜跑来 先拆卸文化中心地下室的铁具巨马 接着再把铁具巨马 搬到二楼往一楼丢植 警方货报也循现歹人 依委婉社会自居违法 移送高雄地院检疫庭裁处 事后法官认为 铁具巨马质地坚硬 从高处往下丢植 以足以对人的生命身体构成威胁 尽管案发当下为凌晨 但人无法排除会有其他人经过 因此省了以后 对三名少年各财罚三千元 听说他们会藏藏藏藏之类的 我们都要再寻 半夜不睡觉 少年跑来文化中心 丢植巨马 无聊当有趣 但倘若底下要是有人路过被砸中 恐怕可不是罚钱就能了事 接着高雄众报导